嗨 皆さん こんにちは イノワイです 今天我們要學的是 何度でも飽きません 那生活中什麼樣的情況會用到這個句型呢 比如說 有非常好吃的拉麵 吃過幾次都不會覺得膩 或者 很好看的電影 看幾次都不會覺得膩 這種時候會用這個句型 那先跟大家解釋這個語法 何度でも飽きません 何度這個地方用難開也可以 然後 解凍子定型 加も 後面 解飽きません 飽きません 就是不膩 好 他的意思是 做過幾次都不會覺得膩 那我們就是多看一些例子 比如說 剛講的 這一家拉麵 吃過幾次都不會覺得膩 この店のラーメンは 何度食べても飽きません この店のラーメンは 何度 何度食べても飽きません この店のラーメンは 何度食べても飽きません この店のラーメンは 何度食べても飽きません この店のラーメンは 何度食べても飽きません OK まぁ 吃過幾次都不會覺得膩 OK まぁ 吃過幾次都不會覺得膩 那我們接下來 多看一些例子 然後了解一下 第一個 這一部電影 是 看過幾次 看幾次都不會覺得膩 看 観ます 他的定型 観て 整句話 この映画は 何度 観ても飽きません この映画は 何度 観ても飽きません 第二個 他的歌 是 聽過幾次 聽幾次都不會覺得膩 他 聽 聞きます ただ的是 聞いて 整句話 彼女の歌は 何度 聞いても飽きません 何度 聞いても飽きません 第三個 這個遊戲 是 玩幾次 玩過幾次都不會覺得膩 遊びます 他的定型 遊んで 全句話 このゲームは 何度 遊んでも飽きません 何度 遊んでも飽きません OK まぁ 最後 看一下 練習問題 A說 また 日本へ行くの? 你又要出版の? 然後 B說 日本は 何度 飽きないよ 應該是 日本 去幾次都不會覺得你 去 是 行きます ただ的是 行って 整句話 日本は 何度 行っても飽きないよ 日本は 何度 行っても飽きないよ 所以 第四個 是 對的 OK 那第二個 A說 毎日 納豆ばかり 食べて飽きないよ 他的意思是 每天 只吃納豆 不覺得膩嗎 然後 B說 全然 完全 沒有 每天 毎日 飽きないよ 應該是 每天 吃也 不會覺得膩喔 應該是 毎日 食べても飽きないよ 毎日 食べても飽きないよ 也可以改善 毎日 每天 吃也 不覺得膩 這個例嗎 可以稍微改善一下 OK 那今天學的是 做過幾次都不會覺得膩 何度 でも飽きませんよ 那最後 大家有什麼意見 請留言給我 或者請教我LINE好友問我問題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就是請幫我按讚 然後還沒有訂閱的話 也希望支持我的頻道 好 那今天的課到這邊 掰掰